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人把心菩萨道看着非常的远和高 好像默契高深 一般的人都说 我这个层次很低啊 你的层次很高啊 遇到我的时候都说 这个师父法师你的层次高啊 你这个已经警戒很高了 其实我也是普通人 这个 但是我也不觉得我自己仅仅是在空口说白话 或者是高谈哭愣如此而已 但是我感觉上 以我的经验来讲 这并不是做不到的事 而且每一个人如果尝试着做的话 很容易做得到 真的吗 非常容易做得到 你能做多少 你就得多少快乐 这个解脱乐 并不是一定要得到解脱 真正的完全得到解脱 你才叫得到解脱乐 而是说你走向这个方向 你朝这个方向走 你一步一步的 走一步又一步的快乐 走一步又一步的快乐 而且并不勉强的 不是很勉强的事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呢 有自己的身份 你必须尽自己的责任 比如说陈小姐 你现在有两个宝宝 是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是宝宝 你现在是做母亲了 但是你一个先生 你是个太太 你现在又是 这个华士的名将 那这方面呢 几方面 你多有负担去责任来的 你这个责任 你必须负 你不负这个责任的话 你就不像个母亲 也不像个太太 也不像家庭主妇 也不会成为 一个民的播报员 或者是民计划主持人 因为你尽心尽力地来做 来做这些事 而且我也记得 你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讲到 如果自己啊 不断地为自己追求 为自己追求的时候 第一个 好像本位罪的罪求到 第二个呢 很辛苦 可是呢 这知道 努力地付出 努力地去啊 去付出 去奉献 去做 去竞争 结果呢 这个没想要得到 也得到了 那这个得来 好不费功夫 这样子是不是算是一种 菩萨道的一种 例子呢 算 因为你没有为了追求 你只是了奉献 你只是为了竞争 那竞争 尽力 尽心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 你没有想到 说尽心尽力 尽力的背后 的目标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老是为了目的 为了你的目标 而你做你的奉献 你做你的付出 那你蛮痛苦的 你老是在等待着 怎么搞得还没临到我 怎么搞得 怎么还没来啊 怎么搞得 这个不公平啊 我付出这么多 人家对我的这个待遇 以及对我的这个 升迁 没有考虑到我啊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壮事 如果说 你不考虑这些问题 你只是啊 我们中国人 这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这顾根运 不能收获 这就是菩萨精神 这就是解脱吧 根运是责任 我们责任呢 要做的 实际说怎么样子 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老天爷自然有眼睛嘛 是为老天爷 其实这个是因果的一个 循环呢 我们付出的多 而技术的少 那就表示说 因缘没成熟 因果啊 还没有啊 完成 那所以是继续努力吧 继续努力吧 所以在这样子 这样 情况下呢 你得到了 你不觉得意外 这是 这个得到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那没得到呢 打个音乐还没成熟 这个 就是水到渠成 我这个水还没来 我慢慢地在开挖 慢慢地慢慢地在挖挖 这个水自然还会来的 还没到时间而已 所以从这种方向来讲 我们不为追求 不为企图 而作为奉献 为了奉献而奉献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种精神呢 就能够为自己带来解脱的快乐 否则的话 这是很痛苦的 还有呢 人的历史 人还有文明 还有这个可歌可切的 这个历史的故事 和让我们讲 让我们听 那就是这种精神 称赐着那些人呢 来奉献 所以说我们后代的人 对他们歌颂 对他们赞叹 但是当他们 在正在努力之后 如果他们仅仅是 为了自私而努力地奉献的 仅仅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话 我想他们不会成功 是不是这样说 让我想到好像是说 当我们在追求 自以为在追求乐的时候 也许我们往往是在种苦的因 当我们到别人看起来 我们好像是在苦行生事的 耕耘的时候 可是我们往往种的是乐的因 是不是这样子呢 其实更近一点 当时付出的时候就是快乐的 就已经是在于快乐的 对 因为你会觉得快乐 这是我自己乐意做的事 让我能够有机会做了 我当然快乐 我愿意要奉献 有人让我奉献 我当然快乐 所以是好的父母 对儿女没指望的 这是说希望孩子 这个欢喜就好 真的 师父 我觉得好像孩子 现在是菩萨送给我们的 我们在享受 他带给我们的快乐 这就是菩萨 这就是菩萨的解脱乐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把菩萨的解脱的乐 一定要解脱以后才享受 你在没有解脱以前 你做多少 你就享受多少 是 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从师父的开示中 我们知道 菩萨的解脱乐 事实上并不是那么难追求的 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点点滴滴当中 我们随时随地 都可以获得 也可以做到 更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 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